来 哥这个 干干干 喝起来 来 给我倒上来 好了 右舅爷 喝点 我这儿垫小粒薄 盖部说欠 二哥说了 你这儿吃住全管 我管没问题 可是照你们这么个吃喝法 再大的店没得活了 那我管不着 我们是奉二哥致命保护他 你要算账 你去找那王闺去 那你们几个 就去他家住去吧 就他那脾气 我没共生命斗 你现在就是想跟他斗 他也没那力气了 好嘞 那咋了 伤还没好啊 外伤好 这内伤未愈啊 整天了就知道喝酒 现在跟个废人似的 他还能喝酒 好 来 我这儿好几次了 找我喝酒 酒量比我都大 就你那点酒量 我估计闻一下就醉了 你小子 你能喝是吧 你肚子里有几两宿油 我还不知道啊 今天晚上我把店门关了 咱俩好好比划比划 今晚没空 我有事 没空陪你 你有啥事啊 报仇 报仇 找谁报仇 我帮你去 我说 有个小娘们 不用您六爷出手 啊 小娘们啊 哈哈 那我可真管不了了 告诉你们啊 最后一壶了 丢点儿喝 谢谢六爷 谢谢六爷 再大的店 让你们吃黄了 小娘们 我就等哥成瘦你了 小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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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醒醒 来死了 晓菱 她是怎么了 没 没 没什么 是她自己撞在柱子上 不能怪我 我只是想气一下她而已 我长这么大 她从来没有人这么对过我 好了 你别说了 把她扶起来吧 幸好只是皮外伤 没什么大碍 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 大老远地跑到县城里来 就是欺负一个女孩子呀 那倒不是 是二哥派老人 带我来保护汉葵的 我在六指那儿喝了点酒 突然想起这事了 我心里憋血的就来了 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心里过意地去啊 我 王汉葵 什么 王汉葵她怎么样了 快废了 天天喝酒 我说徐大夫 你就别跟自己交劲了 我知道你想气汉葵 可是你爹也不是他傻的人 他要是不逼我爹 我爹能投紧自尽吗 问题他也没有动手啊 更何况你给他内枪也不轻了 你说你也不吃亏 你们两个这是何苦呢 我算看出来了 你跟蔡包子结婚 是真的把他给上道了 现在你开心吗 王汉辉今天变成这样了 完全就是因为你 上午老梁台还说呢 谁都没想到 他会对你有这么深的感情 你也没想到吧 对了 警告你们家菜包子 没事别打汉葵的厨女 要不然 老盈故的兄弟们 不会放过他们 我的头好痛啊 醒来 来 秋思姐 我怎么了 不好意思啊 是你 不是 不是我 是那柱子 你个混蛋 你给我滚出去 你 我 我这不是也帮你吗 你睡在那桌上 肯定没有这束吧 谁 别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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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走吧 秋思年 不能过来啊 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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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家里没酒了 思雨把酒藏起来了 说不让你喝酒 藏起来了 女人就是多事 你不能去找她 她不让我告诉你 家里不能喝是不是 没关系 老子外边喝去 大叔 这好好的怎么又要去投军 我就汉葵别当土匪 他不听 我帮她安排婚事 她也不听 都说长兄如父 我这个长兄做的 我知道她是瞧不起我 不会的 你想多了 其实我自己也瞧不起自己 我当初误会了汉葵 差点把她给杀了 后来我知道真相 却无力报仇 一直都是汉葵一个人 承担着我们王家这一切 最终逼死了徐怀局 如果那是我做的 徐秋辰就不会恨到她身上 可汉葵是王家的二少爷 他有义务报这个仇 作为长子 我更有义务 可我做了什么 我除了托她的后腿 什么都没做 再加上大烟的事 让她微信扫地 害她现在这样 都是我的错 亲兄弟 何必分得这么清楚吗 汉葵一直以仗我 说什么 我也不能让她 再继续瞧不起我 小时候 我就一直希望 当民军人 驰骋杀场 后来我跟着大帅 虽然做到了副官 但是我回想起来 昏昏噩噩的 唯一做过有价值的事 就是在济南抗击日本人 可最后 也让我搞得一团糟 大哥 那是咱们实力不比人家 这不能怪你 败就败了 有什么好说的 我现在 再也不是一个大烟鬼 我在想 我该做些什么 来挽回自己的尊严 你的想法我明白 好 我跟你走 自从参军到现在 咱哥俩从没分开过 可思雨怎么办 你征战四方 总不能随时带着女人 汉葵呢对相处很排斥 但是 比思雨还好一点 所以 我想把她留在家里 照顾汉葵和整个家业 等我回来 我就跟她结婚 恐怕 思雨那边 你还是要去说一下 嗯 哎 小莲姐 你这是从哪个战场上下来的 这要是留下巴克就糟了 可惜了小莲姐 这么漂亮的一张脸 你们俩一边呆着去 就不能说点好听的 安慰安慰我 安慰小莲姐的人来了 咱俩还是回避吧 走吧 我来看看你 别生气啊 你还敢来 息怒 息怒 当官都不打送你 坐坐坐坐 消消气 吃个香蕉 吃啊 吃啊 干什么你 谁爱吃你的破姚蕉啊 你看你把我害的 要是留了爸 我以后怎么找婆娘啊 你找到婆娘 关我屁事啊 干什么呢 父亲请罪来了 要不汉奎说 我才懒得理你呢 你见过他了 刚刚在白理想喝过酒 不小心说漏了嘴 被他狠狠地骂了一顿 非逼得让我过来给他赔罪 要不然我才懒得你这臭娘们呢 那你滚啊 你说谁滚呢 老子活这么大 还没敢人欺负我 你怎么办 你老是欺负你 小姑娘算什么呀 今天看得徐大夫的面子 不跟你办见识 我不同意 我就是想打几场胜仗嘛 最好跟日本人打 等天下太平 我一定娶你 我不要什么名分 我只要跟你在一起 我带兵打仗 身边跟个女人像什么话 那你就别去 咱们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不好吗 好是好 但我正直壮年 我不能就在家里混吃疼死 当初我逼走大帅 掌握军权 本想大干一场的 没想到 只打了一场窝囊仗 就全军覆没 我如果不把这个面子找回来 汉奎他永远都会瞧不起我 是你的面子重要 还是我重要 对于一个军人来讲 尊严比什么都重要 但这一切跟你不冲突 等我回来我们就结婚 等你回来 你要是不回来怎么办 你让我守着这个程度 在这个家过一辈子吗 我算什么 外人会怎么看我 这里就是你的家 你帮我好好照顾汉奎 我在外面打仗 就能无牵无挂了吗 你休想把这其他子都推给我 还是照正理解我 我是军人 我不能就这样窝窝囊囊过一辈子 对 我不理解你 我只不过是一个女人目光短浅 我只想守着我心爱的男人过一辈子 难道这样也有错吗 算了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别离开我 出去 出去 你怎么乱酒鬼 没钱喝什么酒啊 谁跟你说我没钱 我是王家堂堂二少爷 老鹰故大当家 我会捐钱 拿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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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有钱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拿酒来 拿酒来 你干什么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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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好像有人在打架 你现在是警察局长 遇到这种事情应该去管一下 走 去前面看看怎么回事 是 住手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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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就少钱吗 给你们 是小姐 王汉葵 快走快看 别看了 走开 我什么都没了 我救生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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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思雨 我走了 身为一名军人 我的生命注定属于战场 我不能认自己的自尊 遭到践踏 我不能不为牺牲的兄弟们 报仇血痕 日本人 盘踞东北虚势待发 终日之战必不可灭 我愿意一腔热血报效家国 但是 我最担心的就是汉魁 请你帮我照顾好他 拜托了 如果我侥幸不死 他日凯旋归来 我一定不辜负你一片深情 保重 王寒生 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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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爷 小爷 一辈子 小爷 出展蕾啊 少爷受伤啊 来 来啊 大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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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咋了 咋又受伤了 我们也不知道 是一辆黄包车 把二十年送回来 送回来二十年就这样了 这 这 这伤哪儿了 伤哪儿了 现在别说了 小猪 快去打温温水 好 来 把二少爷送进房 好 快 快 小姐 你坐这儿干吗呀 我干什么 我还想问问你要干什么 懒得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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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你的功夫 都给了野男人了是吧 你说什么呢 你嘴要放干净点 我放干净点 我是你丈夫 你废着我 在外面跟我打拉 你让我最干净点 我跟谁跟我打拉了 今天在白里家门口 怎么回事 他被人打了 我关心一下不行吗 你关心一下 你什么时候关心过我 你还怎么想怎么想 我跟你说不清楚 你干什么 我是阿姨 把话说清楚再来我 我天我 我跟你说什么呀 你跟王汉奎 到底什么关系 我跟他什么关系 我跟他爱没关系 我愿意跟他跟我打拉 保少爷 你这是干什么呀 保少爷 你这是干什么呀 他 李小姐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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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生气呀 保少爷他不是故意的 保少爷 你不念别人 你就念那老爷 小姐再怎么样 你也不能打他呀 你怎么跟我闭嘴 王汉奎 你醒了啊 找什么 秋辞呢 什么秋辞 你啥时候看见他了 我 我真的看见他了 我真的看见秋辞了 你一定是喝醉了 认错人了 谁送我回来的 他们说是黄毛车 拉你回来的 黄毛车 秋辞呢 什么秋辞啊 什么秋辞啊 你别老惦着那个秋辞了 你别老惦着那个秋辞了 在电影他都是别人媳妇了 你哥走了 去哪儿了 自己看吧 这怎么了 这怎么了 医生招呼不打就走了 秋辞 秋辞你听着 三姐 你别走 别走 你不能走 你万一出了什么事 我们对不起老爷 这不关你的事 你闭嘴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你打我 要不然你打我 我打你干吗呀 我现在不想见到他 给我走开 秋辞 我 我 我真错了 秋辞 小姐 真睡这儿了 要我说 这件事情是你不对 要是换成我看见我自己的丈夫 抱别的女人 我也会受不了的 我没有抱他 我只是服了他一下 好了好了 就算我不对吧 一开始就是我不对 太草率了 我以为嫁给了包子 既能让自己死心 可以伤害到王罕奎 可我没想到 但我看他被人打得半死 还拼命保护着我们锦上的 一件信物的时候 我就受不了了 感情这种事 说不清谁对谁错 他逼死了你爹 就算以后你们在一起了 也不会幸福的 女人哪 就是欣润 小脸 我想离婚 你不会一错再错吧 我不想让他这样下去 他会死的 那不正好给你爹报仇了吗 可我爹终究不是他亲手杀的呀 你完了 您开始替他说话了 我离了婚也不会跟他在一块的 我只是想让他好受一点 我的大小姐 别这么天真好不好 这个世界上 谁离了谁都能活 痛苦都是暂时的 你要记住 时间可以改变一切 宝超爷 宝超爷 您一直盯着这瓶子 这是个什么宝贝 秋辞已经搬到医院去住了 只有让他对王翰奎死了心 才能跟我踏踏实实过日子 不是 宝超爷 这王翰奎把老爷都逼死了 小姐都没死心 我看是没指望了 要是王翰奎有了别的女人呢 思雨 思雨 你去哪儿 我和你哥之间已经结束了 再也不会有夸客了 你明明清楚她心里有你 你何必说这种气话 我不清楚 如果换作是我的话 只要能待在她身边 我什么都愿意放弃 但是她错不到 她就是心里不服气 想跟日本人干 你看前任子 抽大烟 抽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 这阵子好了 开始活蹦乱跳 又按捺不住我 想做一番大事业 说实话她有什么错 那倒是我错了 我也没说你错 只是 你看这么大院子 你都走了 去哪儿 留下来等她吧 我留在这里算什么 这一年来 对我的谐言碎语还少吗 我承受的还不够吗 你怕了 有她在我什么都不怕 但是现在她走了 她还会回来的 只有你才会相信她的鬼话 我让她留下 我哭着求她 但她仍然无动于衷 还是狠心地走了 她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这怎么了 这你们的事越说我越不明白 算了 什么都别说了 对不起 我不能留下来照顾你们两个 你们保重 你要去哪儿啊 她的生命属于战场 我的生命又属于哪儿呢 不过你放心 我会活得很好的 怎么都走光了 怎么都走光了 以后就剩咱俩了 这么大的院子 就剩咱俩相依为命了 江珠去买酒 咱们俩喝点 好啊 江珠姑娘 你这要是去打酒啊 好像不认识你 江珠姑娘 我是你见的警察局长 我见过你 你见过啊 对啊 他连警察局门网哪儿开都不知道 江珠姑娘 那是在老英雇 你们王大当家要杀正五娃子 我和宝少爷把人接走了 那天你也在上 是你啊 对 这玩意啥事啊 你们王大当家勾引我们家小姐 害得我家小姐和宝少爷夫妻不合 我看不过瘾 所以想请你帮个忙 你想让他把你害韩奎哥 怎么能这么说呢 这事要成了 对你也有好处 你不是很想做王安奎的媳妇吗 我这有一个药 你把这药啊 下到王安奎喝的酒里 我保你心想是尘 这是啥药啊 呸 你看错人了 俺不干那缺德事 哎 江珠姑娘 这可是你的机会 滚一边去 二二天 早安是酒 您稍等 你 您拿好 快走 您请 您请检查 快酒拿走 你干啥呀你 您请检查 听不懂啊 快走 这给我们家自己酿的 有点纯正 嗯 这就不错 您要喜欢的话 小的给您打点 不用了 有问题吧 有问题 走吧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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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刘 刘下子带 带 带人走了 不 带走的 可都是那些北山的兄弟 都 都回北 北山了 哎 汉奎一走啊 心也就散了 走吧 都走吧 天塌下来 二爷给弟兄们扛着 走条新路 二爷 带弟兄们 走条新路 老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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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办成了 同意了 没有 他没有同意 但是我派人悄悄地把药下酒里了 告诉你的手下 把这件事烂到肚子里 绝对不能让秋辞知道 我明白 另外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刘瞎子 带着老房牙的手下回北山了 他和老英姑闹翻了 谈不上闹翻 算是分家了吧 他们本来就不是一个山头的 非要拧在一起 那败家少爷还真有本事 他不做大当家了 老英姑立马翻天 不是一条心 早晚都得崩 老英姑不足为患 保少爷 我觉得您这个时候 应该阐述王汉奎 为老爷报仇 不对 老英姑虽然走了一批人 但也不是不堪一击 以老英姑现在的实力 跟咱们也就算是半情八两 那咱们什么时候 才能为老爷报仇啊 想灭王汉奎 必先去其羽翼 昌泰酒楼 汉奎哥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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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帮我倒酒 别喝了 你如果不陪我喝 好 叫秋辞来 叫什么秋辞啊 他都已经不要你了 俺在你眼前 你就不能想想俺吗 他不要俺了 是啊 他跟菜包子结婚了 说得对 你别喝了 你别喝了 不要管我 让我喝一点 帮我倒酒 别管我 如果不陪我喝 走 不走 俺要留下来照顾你 照顾我 你谁啊 凭什么照顾我 俺给你当媳妇儿 俺给你当媳妇儿 好 好 哼 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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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卓 俺告诉你啊 俺心里边 就爱秋辞一个人 你的意思 为了他你还不娶了 是 俺心里边 就爱秋辞一个人 不管 他是死是活 我王汉奎 心里边 就爱秋辞一个人 俺会对你好的 你对我好 我知道 俺也会对你好 因为你是好姑娘 俺不忍心欺骗你 但这个好呢 跟那个好 是不一样的 懂不懂 抱 抱我倒酒 酒呢 来 喝 喝 喝 好 倒酒了 来 俺陪你喝 喝了 谁啊 秋辞 是我 这么玩了你来干嘛 我来看看你 我不用你看 这么多天了 还在生我的气啊 我没生你的气啊 其实我今天来 有事情想请你帮忙 我帮不了你什么忙 是这样 上面打算委任王汉奎做副县长 收编他的队伍 王汉奎离开老英国了 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啊 但是现在他只要振臂一呼 那些人还是愿意听他的 你干嘛不自己去找他 他现在这个样子 别说给他个县长 就算给他个省长 他也不会干 我想来想去 只有你能帮我这个忙 你真以为我跟他有什么呀 我知道你跟他没什么 之前是我错怪你了 但是你仔细想一想 如果他一气之下 撕了伪认状 不光是他活不了 连我也吃不了兜着走 他是死是活过没有关系 但是我跟你有关系啊 我毕竟是你的丈夫 另外 咱们俩从小长到大 你怎么不希望我死啊 我真是被仇恨蒙蔽了心 我早知道杀他爹是这样的结果 我就不应该杀 知道他结婚了 我才知道我心里边这么爱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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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这两年 心里边也很苦啊 夹在我跟他爹之间 透透透透不过气 但我有错吗 我替我爹报仇有错吗 这一切都是命 争不过命 那我错了吗 我错了吗 潘贵哥 我替我爹报找错了吗 你没错 秋泽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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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秋泽 我再也不让你离开我了 秋泽 秋泽 我再也不让你离开我了 秋泽 秋泽 我再也不让你离开我了 秋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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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也不让你离开我了 县长 许大夫也来了 我找你家二少爷有急事 我家少爷喝了很多酒 至少八十睡了 王汉奎 王汉奎 你给我出来 怎么还有女人说话呢 你们 秋 秋苏 嗯 秋苏 我觉得我们来得不太是时候 秋苏 秋苏 我知道你对王汉奎的感情很深 可是他已经把你忘了 你何必再自寻烦恼吗 咱们回家去 好好地过日子 这也是干爹的遗愿 为这种人 伤心真的不值得 丹爹说过 这个世界上最疼你的 只有我和他两个人 是 我之前做得不对 那件事情我错了 我向你道歉 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 丹爹 原谅我好吗就此 回家去 我可以跟你回家 但你要答应我两个条件 我答应 两百个我都答应 你不能借我的房间 丹爹 你不能干涉我的自由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初春 你能不能 以后别再去见王汉奎 敞开了 是吧 好 酒钱算我的 咱们不占火里的便宜 你太娘了啊 啥时候变得这么大方了 她是死了 儿子也没了 安逵 现在变成这个了 我她娘呢也想明白了 这人活一辈子 这人活一辈子 真不容易啊 这是在四水 我偷你的赏钱 这是在济南 我赢你的两块大洋 我给你 我给你 都给我的 本来就是你的 你小子比汉盔强作了 上次去黑风寨的时候 借了我一块大洋 他娘的到现在都没还给我 兄弟啊 当年那件事 我对不住你 不要提当年的事情 是我对不住你 以前的感觉 一笔够销 干 你小子啊 你小子啊 再碰到趁心如意的人呢 你就别再婆婆妈妈了 你也该成个家 我拿酒去 哎 我有两杯好酒 给你尝尝 我这到处都是酒 你哪儿去 怎么管啊 在这儿等我 今天让你喝个一醉放酒 等着啊 我这儿啊 我这儿啊 我想你 儿子 爹和你练遍都没有见了 爹现在过上好日子了 你们俩俩 不用我 一天福也没想到 你们俩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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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